历史上,乾隆真的爱魏英洛吗? 历史上的魏英洛并不像电视剧《沿洗攻略》中一样无父无母 他叫魏家世 汉族包一出身 包一是满语家奴的意思 室内管领魏清太的女儿 蜀镇黄旗满洲包一家奴 她出生于雍正五年 也就是公元1727年9月初九日 魏英洛比乾隆小了整整16岁 13岁时入宫在内务府做宫女 后来,魏英洛被复查皇后看忠 待在身边做教习 乾隆十年 18岁的魏英洛被封为魏贵人 同年11月17日册封为令萍 乾隆十四年4月初五日册封为令妃 令妃的令出自诗经大雅中 如归如章 令文令旺 是美好的意思 可见 他在乾隆心中温润如玉般的美好 几年的时间 魏英洛就从一个贵人晋升为了令妃 足以见证乾隆对他的偏爱 因为乾隆的喜欢 把令妃魏家世的家族 台旗为襄皇旗 在清代 郑皇旗 郑蓝旗 襄皇旗 襄皇旗为上三旗 直属皇帝 郑红旗 襄红旗 襄白旗 正白旗 襄蓝旗为下五旗 由王公贵族分领 从康熙之后 皇后 包括被追封的皇后 和贵妃 及其母家在下五旗的 都编入上三旗 以提高身份 叫做台旗 乾隆二十一年 魏英洛生皇妻女 乾隆二十二年 生皇十四子永禄 乾隆二十三年 生皇九女 乾隆二十四年 十二月十八日 册封魏英洛 为令贵妃 乾隆二十五年 生皇十五子永远 即嘉庆帝 乾隆二十七年 生皇十六子 乾隆三十年 六月十一日 册封魏英洛 为皇贵妃 乾隆三十一年 生皇室戚子永磷 乾隆每次南巡 都会带着魏英洛 其中两个公主 以及嘉庆皇帝 都是在陪伴乾隆出游时所生 历史上的令妃 不仅性格温柔 还十分会做人 令妃胜出 其实有三大法宝 除了好看和温柔 两项必备素质以外 令妃的另一项法宝 就是身体素质不错 抑郁体质 一次就能中奖 特别能升 孝贤皇后 复查氏去世后 魏英洛 就以皇贵妃职位 统设六宫之士 本来皇后的职位 对她来说 就是囊中之物 可是乾隆始终 没有封她为皇后 直到魏家氏 去世二十多年后 才被追封为孝依皇后 可见魏家氏只是乾隆皇帝 一个陪伴很舒心 但却不深爱的女人 不然 为何如此喜欢诗词的 钱小四渣渣龙 却没有为她 写过一首诗词呢 史料上也有 关于乾隆不喜欢 魏家氏的记载 比如 乾隆给其他妃子娘家的赏赐 是魏家氏的两倍 而且 非常不喜欢魏家氏的 儿子永灵 别的皇子封郡王 只有永灵封贝勒 生生地低了两极 乾隆四十年 正月二十九日 卯时 魏英洛得病而死 十年四十九岁 他的金官最初停在吉安所 二月初五日 移到靖安庄并宫 二月十一日测试为 另一皇贵妃 同年十月二十六日 陈石葬入玉林帝宫 当时 乾隆帝子宫位置空缺 其金官位于乾隆帝 官位西侧 乾隆六十年 也就是公元一七九五年 九月初三日 乾隆帝宣布 永远为皇太子 同时追赠魏家氏 另一皇贵妃 为孝姨皇后 金家庆 道光两朝家世 其是号全称为 孝姨公顺 康玉慈人端客 敏哲一天 玉圣淳皇后 简称孝姨淳皇后 或孝姨皇后 到现在为止 孝姨皇后的遗骨 至今仍在河北尊化 青东陵乾隆御陵地宫观国内 历史上对魏家氏的死因 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现在网上有一部分言论认为 魏英洛是中毒而死 他们有两种推测 第一 魏家氏 不仅权亲后宫 更是权亲朝野 当时的乾隆皇帝 一直生龙活虎 活得时间太长 魏家氏为了儿子 可能存在暗中夺权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魏家氏是明朝后裔 魏家氏的先祖 可以追溯到明末的魏国贤 镇皇齐汉君 魏国贤因为三番入包衣 自古帝王多疑 让皇帝产生疑心的后果 就会很严重 那么 乾隆立永远为皇太子 就必须提前解决掉这些隐患 令飞未应落的结局 就可想而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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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